喝凉茶可以帮助降火 但是问题是要喝什么凉茶呢 那个上火它有食火和虚火的一个状况 根据患者的体质 凉茶某种程度上面 是有帮助到降火的一些作用 但是具体要看火到哪个程度 如果你已经失灵大火了 这个时候你这个凉茶下去 就有点杯水车心了 所以是看具体那个情况而定 而选择上面就提到 刚才我们提到的 除了这个菊花 菊明籽 或者是枸杞籽以外呢 我们的白毛根 我们的蚁蚊 或者是这些冬瓜凉茶类的这些 或者是罗汉果 它们都有某种程度上面 在我们市面上的那个购壁调 我们可能都会 你们今天有什么凉茶 可能都会有在那边选择 不过其中要强调的一点 我特别会注意的就是 可以的话选择性上面不要加糖 中医的世界里边觉得 糖这个东西它容易生糖 生热 所以当你已经有一个所谓的灶底 要上火的趋势在那边 你这个时候再加一点糖下去 它熨热的时候 可能就会把那个情况弄交反出 所以可以的话 尽量取这种凉茶本身 它天然属性是什么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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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